年底选举将近花联地检署为了打击会选 维护干净选丰 3号结合在地民产业者 在外包装提带上粘贴反会选标语 透过观光购买民产 同时将反会选的精神带着走 期盼强力宣导不买票不卖票 要检举的干净选丰 111年地方公职人员九合一选举 进入竞选白肉化倒数阶段 花联地检署为打击会选 维护干净选丰 3日特别结合花联在地民产店征绩马属 在火车站前故事馆 办理麻吉一起来反会带着走 反会选宣导活动 搭火车或是什么交通工具 回到他的地方去 沿路都是一样提着这个袋子 回去也是一样帮我们做反会 所以我想说这个是非常有益 而且扩及全国的 那这个效果一定会非常的好 这是麻吉 麻吉要一起来 大家一起来麻麻吉 大家一起来征绩麻吉 买麻吉好不好 那接下来大家拿到带子的时候 记得你拿起带子的时候 要反会带着走 你把你那个麻吉上面的反会选 我们就一起带回家 那申理之家9个 反应准了7个 那目前为止已经收押了7个了 那我们还是要再跟民众的宣导说 那除了你自己要反会选 你就拒绝会选以外 如果有任何人 包括候选人或中央跟你买票的时候 请尽速的扣过 我们在增济麻吉上面所贴的反会选标识 上面的电话赶快拨给我们 到我们公司来买东西的客人 大部分都会提我们的手提带 所以我们都会在手提带上面 贴上去反会选的标语 让大家能够享用民特产的时候 还能够知道说有这个讯息 保留在家里 如果真正有发声的话 我们就可以选择这个标签上面的电话 可以来去检举这个会选的情势 增济麻薯提供2500份礼品带 粘贴华联地检署反会选便利贴 将标语和检举电话印制在贴纸上 且判让顾客将反会选带着走 藉由活动让民众增加检举会选的注意 也希望企业界一起响应反会选 透过正确选票 选出青年优秀的公职人员 记者长方言 华林氏报导